看到有观众想问车股的 Conny Chow 说 2015-175 什么位置可以红 下跌的目标位 我想两个来说 如果你说红 我想如果真的想做 或者是淡仓 不一定红 不一定红 我想你选择其中一只 如果真的很想做 但是如果你问到我 我觉得怎么看 刺你会差一点 因为最主要是基本因素 因为当然两只升了很多 可能都可以回 但是回到后再达 都是新能源车股会强一点 甚至乎整个车的板块 其实严格来说 不能看得太淡 虽然可能很多在现在的股价反映了 但是理论前景 这个行业真的不是差的 所以我觉得 你说会有一个很大的回落 除非那时真的气氛好像二三月那一转那么远 否则的话其实要大一点 我觉得机会性不高 所以如果你做不是不行 但是选择 可能各别一只 甚至是 订定我的位置会好一点 轻量短期一点 你博的只是博的升得多 可能借借回一点 刚才提到 如果两只选择 我想选择吉利 但是当然吉利 他今天其实 又很小小地 都是守住一个 16元的支持位 就是你看到近期升上来之后 由6月底开始 做一个三个人的整股 16元是一个支持来的 所以 如果你这些位去博 你只要博去怼穿16元 可能试分 挨近15元左右这些位 就做回目标 但是我想上面 就是如果你这些位去做 上面订的止蚀不要太远 我想大概是17.5元 尽少许 或是选择18元 如果你可以承受多一点 我想会好一点 因为如果你再升穿这些位 其实可能借射再夹回 之前19元 或者选择20元的位 所以如果到时才选择 就会亏损几大 因为毕竟你做红或做 或是期权也好 其实 你有杠杆 所以我想你订 不要订得太阔 我想这样做会比较好一点 自己带走 就会痛久了 就是 把这些换的 在外面 似乎 都是 全 在选择 这些换的 抓在 感谢观看